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简科技,我是简哥,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如何恢复微信聊天记录一直都是我们很关注的话题 网上流传的恢复方式有许多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输入vcover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安卓手机 首先我们要找到要恢复聊天记录的好友 然后再对话框输入英文的两条杠 再输入vcover点击发送 这里就会出现受损数据恢复 也就是说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微信闪退了 或者外部因素导致的数据丢失是可以修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苹果手机 我们在微信这里点击添加好友 然后输入冒号vcover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它就是恢复聊天记录了 但是经过我的测试它恢复的并不是很全面 有部分的数据会丢失 而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恢复的软件 这些大家最好不要使用 这些软件一般都是设置全件之后获取你的微信资料 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使用 不过也有小伙伴问我 我换手机后聊天记录怎么办 其实这个微信自身就有一个办法 大家在微信的设置里面点击这里的聊天 再点击这里的聊天记录迁移 我们点击下面的通过电脑备份 恢复聊天记录 我们点击进去之后这里就有详细的步骤 我们使用电脑登录微信 然后点击微信下面的三条杠 选择备份与恢复 再选择聊天记录备份自电脑 选择完之后在手机上确认 确认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备份之中 如果聊天记录要恢复到手机 我们选择旁边的恢复聊天记录自手机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